接下来我要为各位LP 做一个LP Enrollment的工作法 很多LP都在问方法 我们明明这是亚洲型在谈be to have 所以在谈态度决胜负 可是偏偏呢 大家就一直在问 那到底该怎么做 到底该怎么做 到底该怎么做 好 没问题 大家真的想要在技巧上面有所强化 我可以分享两个方式给各位参考 那那个张爱伦先生说他有Enrollment 500招 那么他等他出书 或者等你找出版社 那我这边只有两招 我没有那么复杂 我就只有101招跟102招 那还有103招 还有104招 那101招我先说 你现在要让一个人从A点到B点 B点就是基本课的人 对不对 那么从现在不上课到要去上课 基本上我这边称之为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叫做求爷爷的告奶奶法 就是你拜托他 拿你的人情 拿你的关系 全部压上去 就是用硬逼的 用球的 哭哭哀嚼法 反正你就让他去教室 有人行得通 有人行不通 我不知道 我基本上不太习惯用这一条 那么第二种方法 我称之为迪士尼方法 迪士尼方法 什么叫迪士尼呢 就是我昨天去过迪士尼 我觉得迪士尼真的太棒了 太好玩了 然后我找到一个人 我就跟他说 我跟你说 你一定要去迪士尼 然后你就要成功 机率大不大 当然是不大 但是你要遇到一个人 他刚好真的想要出国去玩 然后他就要去游乐园玩 那你这么搞不好 你可以说服到他 但他的机率不是这么大 我比较擅长 我个人比较擅长的是 接下来我会说这一套 这一套的方法 亚洲型也在用 在你们的创新生活面谈 他就用这个方法 而你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要交给你们 首先根据我个人 既然你们听我的工作法 那我有个要求 根据我的道德和标准 以及为了确保你们每个LP回来贡献 来带课程的时候 亚洲型还是希望你们赢 赢什么 因为带基本课程的时候 你要hold他进高级 而且要hold他进LP 高级的时候hold他进LP 那时候还是算分数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的基本课程的学员找进来 你找一个基本课程学员把他hold进来 假设他要借钱才能去上课 他就没有办法去高级课程 假设他是欠债率来上基本课程 他根本没有想要 而且如果你骗他了 那他只上基本课程 高级课程不去 那个小小多挫败啊 还有你找一个十七八岁的人 十八岁 十九岁 二十岁的这种年轻人 进来上课 很好啦 可是他家是很有钱 可是他基本高级LP 走到LP之后他完蛋了 因为他的enrollment 实在是很难破蛋 他如果真的破蛋 那真的是天生所有的领袖 那真的非常不要了不起 可是你也在增加我们这个 现在小组长的痛苦啊 所以建议不要找那个太年轻的人 跟工作没有很稳定的人 在我曾经是LP 在我当年是LP的时候 大J曾经对我们做了一个工作坊 我印象非常深刻 一个社会有金字团 来 把照相机Focus在这里哦 好 一个社会是金字团的结构 这边的人收入最少 这边人收入最多 但这边人数最少 这边人数最多 这边人我们称之为成功人士 这边的人还是熬熬在赌 他们这些人最重要的目的 最重要的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在社会上站起来 找到一份工作 好好的存钱 这些人不是亚洲型要找的人 因为亚洲型的费用不便宜 它是一个将近九万块的课程 所以我们的目标 亚洲型已经设这么贵的目标 就是要去找到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是在收入上已经有一定的水准 然后他们的工作上已经有一些成就 可是他卡住了 他发现他有一些行不通的事情 然后他又突破找不到方法 所以这时候请你去找这些人 这些人他大概年龄应该是 二十九二十八九岁以后的所有的人都可以 你去找成功的人 现在已经非常厉害 赚年薪千万的那种 或五百万以上的人 像海上的课 几率也非常低 因为他已经懂得成功的方法 他才会来到这里 不然他就没办法 他已经是人生胜利主了 你还能够叫他什么 但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比他们還厉害 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赢他 也没办法协助他和支持他 好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已经确定 要找到这样的人 所以你先找到这样的人 找到了之后 不管他是你哥儿姐弟妹妹等一下 表哥哥妹妹兄弟姐妹 或亲朋友同学 不认识的认识的 可能如果他是这个不合ence属性的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 从这个方向上来移动他 尝试性的移动它 好 我们在说 我们常说 LB 要站住你的立場啊 站住你的什麼立場 如果你的立場是我 站住我的立場 是要去讓他 送他進基本課程 送他進LP 然後我要看到他在基本課程畢業的樣子 那很抱歉 我得恭喜LP 你的認若美應該不太容易成功的原因是 我幹嘛沒事 我如果是你被你引若的那個人 我幹嘛沒事要符合你的期望 你是誰啊 你是哪位啊 看到我畢業哭哭啼啼啼 呃就是哭哭啼啼 站在面前 你感覺很爽 那敢我屁事 我才不要這樣做的事情 什麼我叫做 我看你畢業的時候 看到我變成一個有愛成功負責任 肯付出的人 所以你現在在告訴我的事情是 我是沒愛負責任 又不肯付出的男人嗎 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所以LP 你的立場 千萬不要搞錯了 你的立場絕對是跟他的目標在一起 可是 你知道他的目標是什麼嗎 不知道 所以當然不會成功嘛 好 所以LP 你當你在做行動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這個梗 我這樣的話已經說到N百次了 這個梗 亞洲行在高級課程都教你了 第一 跑出去外面去跟一群陌生人去接連結 但是不可以連結到課程 不可以說你是亞洲行的學員 是不是教過你 是喔 對 你的鏡頭要點一點這樣 對… 好 操控喔 代表你真的真的還記得這件事情 我們已經習慣去跟陌生人去聊天了 而且不連結到課程 所以你可不可以把同樣的那種精神 同樣的方法去跟你身邊的所有的人去建立連結 單純的給出你的關係 可以的 然後我們還有LP 還有三大支柱 個人支柱 個人 她人跟社會 那整個社或社區 這個社區成長不是也去做服務嗎 當你去做服務的時候 你跟這群人你會為他做螢幕嗎 不會 你會單純把愛給他嗎 對不對 所以你跟一個人去建立關係 亞洲行很多人可能這輩子沒有習慣跟陌生人去聊天 甚至親朋好友他也不太連結 因此我們設立的這個Service這個象限 讓人去練習跟陌生人或跟人聊天 然後而且單純要把愛喔 一定要把愛給出去喔 然後要建立有價值 這樣協助雙方位是要有價值的 這一次的Service是要有價值的 所以透過這個也在協助我們 在鍛鍊Enromant的這個技巧和能力 好 所以首先做行動的時候 第一件事找到一個人 現在開始聊天 你要去關心他 關心他什麼 當然關心他天然地別亂七八糟的事情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用到基本課程的 你要什麼 你要什麼 當然不是對他好 對他好沒有意義 因為他不在基本課程裡 而且你不要破壞他的體驗 好不好 你要聽到他到底未來要什麼 那又有人問說 我直接問他你要什麼 也蠻奇怪的 好 那我可以給你們一些建議的技巧 你可以試試看或許是這樣問 這個人大概今年29歲 你可以問他那3年之後他下飯嗎 33歲的時候你希望你的薪水是多少 他假如現在是3萬塊 他希望33歲之後還是3萬塊嗎 不可能的 沒有人想到自己的薪水 所以我們會透過問一些試探性的問題 去問他說幾年之後他打算做到什麼 達成什麼樣的結果 要結婚的結婚 要生小孩 生小孩 要幹嘛幹嘛 於是我們會聽到許多有關於他的資訊 一直到一直到 LV你一定要注意喔 一直到真的聽到他要什麼 這件事情的時候 之前都不可以談到亞洲型 因為談亞洲型沒有意義啦 你直接亮牌他直接跟你那個 他的那個防禦的那個壁 那個防護罩他要升起來 於是你就永遠都掛不過去 你就跟他 你的光在爬他防護罩就沒有機會了 你要在他沒有防護罩升起來之前 你就要跟他把 你就要攻進去攻到他的家門口把他摧毀 之後摧毀他的所有的事情 然後之後你才有機會把他拖走 或去本課程 好 當你真的聽到他要什麼了 這時候就來到了你可以下手的部分 一定要創造出差別 差異性 創造出那個渴望 於是人才會願意前進 如果沒有那個渴望 他不會去進入 不會想要前進 因為花10萬塊 花9萬塊來上亞洲型的三個階段 是非常貴的 好嗎 好 假設他我們現在聽到 如果三年之後他想要升經理好了 我們這樣說好了 想要升經理 那我就問他 你能不能確保三年之後 怎麼樣做確保 你才能夠確保你三年之後能升經理 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 絕大多數人就沒辦法確保 我沒辦法確保 那好了 那如果升經理 三年不要說升經理好了 那三年升副總你會不會開心啊 聽到說應該很大很多量 當然很開心啊 所以你要放大他的目標 比方說他月的收入只是要三萬塊 那如果變成六萬塊 double他會不會很開心 當然很開心啊 誰不 收入double誰不開心呢 那升級 所以從經理跟副總 副總變董事長 隨便之類的 你去幫他升級 加快或縮短的技巧 那當然就是本來三年 可不可以一年半就達到 可不可以一年就做到 如果一年就做到 讓你升經理你會不會開心 你想不想要 那絕大多數人在這三件事情 都會想要去 他一定想要確保自己目標被壓強 一定想要放大 或者是升級自己的慾望 也很想要加快他快點的實現 好 那這時候 聽到這裡你才有機會去為他 創造出這個從A點到B點的動力 因為我們這時候就要刺激他了 然後 導拼你的立場就站在這裡 你的立場一定是跟這個在一起 不是站在基本課程這個 如果你站在基本課程就錯 是站在他的立場這邊 因為我的立場是要跟你的 我知道你真的很想要升級 我知道你真的很想要確保 你的目標能夠被壓強 所以 那我問你啊 每件事情都有它的代價跟點頭 這基本課程有講 代價跟點頭 那我問你啊 為了要確保你的這個事情 目標能夠被發生 你怎麼要確保 你會付什麼代價 你覺得大多數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能夠付什麼代價 你覺得咧 反問你 那你覺得咧 我常常會說一句話 有一個機器 你丟了肉下去 它做香腸的 肉下去之後呢 香腸就跑出來 你繼續丟肉 它就是繼續做香腸對不對 那如果你繼續丟肉 希望它出來變香腸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能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所以你繼續做同樣的事情 你沒有經過任何的變化 對不起 結果保證是一樣的 所以你要它確保 升級放大加快縮短 通通不可能 因為你的機器沒有改變 而機器要改變 就是整個流程要改變 想法改變 做法改變 所有一切都要改變 才能夠去確保放大 升級加快縮短 也就是亞洲行場說的 進步提升改變 這三件事 要怎麼做 人能怎麼做 當然透過學習啊 所以你要找一些課程 找人來幫你啊 然後你們記不記得 你們在基本課程進到 畢業之後有個創新生活面談 創新生活面談它不是 你們進去之後呢 生活版 生命版 記得嗎 人是時間 金錢 你們記得這個表格嗎 你們進去了 你們進去了ALI 有一個陌生的學長學姊坐在你前面 她是一個很奇怪的LP 她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支持你去高級課程 我們稱為這種人叫ER Angel ER天使 那麼她會 台上有一個人在那邊做完自我介紹之後 就要問每個基本課程毕业生的學員 請問一下你們的目標是什麼 你們的目標是什麼 然後呢 大家可能沒跟她說 說完之後呢 那現在 再請大家閉上眼睛 然後台上那個說 當我等一下彈一下手指的時候 時間就切換到一年之後 一年之後 然後你說你已經做到了 做到了之後呢 然後你在路上剛好會遇到這個人 然後你會跟她分享 你現在達到的開心和快樂 記不記得 所以當你眼睛一睜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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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前面的那個學長姊 她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無所謂 反正她就說 你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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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現在一直在夾學你 對不對 對 記得嗎 記得 記得 這就是LBA 這就是亞洲寫的InMoment 然後接下來她告訴你 好 為了要達成 然後叫大家上來寫 你要什麼 你要什麼 寫這些東西 之後她還要跟你談確保的事情 第一 參加 如果來你到 你走你們生命的課場 生命 要按照你原來的方法去走的話 多久能夠達成的目標 不確定 但是亞洲寫幾天 五天 對不對 你生命當中會有貴人 他一定跟你舉這個例子 叫做這個叫貴人的往事 對不對 貴人的往事 這個老梗 對不對 那你也繼續用 好不好 因為它真的很好用 但這邊呢 在高級課程是59加1 我給你保證這個數字到現在還在寫 你講多久啊 我也講了很多年了 從我LP的時候到現在 就是一直在講 對 好不好 多少錢 不是多少錢嗎 那這個呢 我不知道啊 你真的不知道 我怎麼樣才能確保這件事情呢 不知道 三年之後沒有達成怎麼辦 三年之後沒有達成怎麼辦 沒有人能怎麼辦 因為反正我沒有學習 我沒有投資啊 當然就沒有收穫啊 但是你現在在做這件事情 你在做什麼 換一個可能性的時候 所以我們才會說這件事情的目的 是為了要打開這件事的可能性嘛 以前在這裡我們都說做不到 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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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我們經常說做不到 我們經常說 哇 可能性 可能性 廢話 這個是還買一個可能性 不是嗎 你買一個股票不是為了可能性嗎 你買一個彩券不是為了可能性嗎 對不對 那有保證中獎嗎 我們有保證中獎嗎 所以我們就協助大家來談可能性嘛 那有了這個可能性 他才會願意去移動嘛 而他的目標是跟他自己的 為了這件事情 每個LP 其實每個人都自私的 他只是想要讓自己 來做這件事情 好 這時候你才能夠去連結到課程 把3C表拿出來 然後把那個基本課程那張報名表 上面有那個幾分幾分 各項限幾分幾分的那個東西 拿出來跟他好好的聊 如果真的要確保這件事情 把什麼放大升級或加快說短 到底在 你到底是在工作的關係 像是幾分到幾分 然後什麼 人際關係幾分到幾分 你看 他本來只是寫就是什麼財富啊 他就只有一格嘛對不對 我通常比較習慣是跟我的 做演羅門那個人都要他寫一個數字 好像說他寫7分 那我會去review他 因為我覺得他一定是有幻覺 他絕大多數人都不肯7分 大概5分他就有點很了不起了 因為他說5分我就不會找他來 他如果是7分我就不會找他來上這位課程了 因為他已經很成功了好不好 那5分好5分之後他想要變幾分 5分之後他可能想要變8分 請問一下5分到8分怎麼做 真是不知道他怎麼做 他真的不知道 如果他能夠做他現在就做到了 可是他就有結果來看他做不到 所以他得要去找可能性啊 所以他就會想要去上課 因為這個他現在突然感覺到 好像這件事情 真的能夠不像這件事情 有機會發生 而有機會人就願意賭 有機會人就願意試 我們得創造這個落差 創造出這個機會讓人願意去試 所以你在幫助他 你現在告訴他我跟你說 這時候你在連結的時候 你當然不是說3C丟出好話說你去上課吧 你又不是在賣課程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 當我們在談這件事情 可能性要怎麼連結 連結的事情是我的體驗嘛 我在基本課程高級課程所說 以及包含到現在LP 我所學到 我從基本課程 從假作型學到的所有的一切 這時候就變成是我的體驗 分享給他知道 對不對 然後這一切都基於 你真的很想要協助他去 進到基本課程 所以你會講任何跟這件事情 有關的基本課程的體驗 或高級課程的體驗 你絕對不會講一些 跟這一次一點都沒有關係的 因為你的目標管理心態行為 你一定會做跟這件事情有關係一樣 好 那當你回憶想過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建議你一次就要做完 不要留第二次 留第三次 因為你也知道 網路上如果他上去回家 現在上網很方便很流行 大家上網去Google亞洲行 他們一定會聽到很多人生失敗者 或亞洲行失敗者的一些不好的 負面的文字跟評論 那是非常非常沒有意義的 因為他們失敗了 所以他們知道這個遊戲很難玩 那我們都是屬於成功的 所以我們才持續走到這 對不對 好 那亞洲行的成功者呢 各位 那麼我們去分享 我們亞洲行的這些體驗的時候 我們是唯一站在他的面前 告訴他這件事情真的是可能的 然後領袖如果活出引羅門 也就是說 這時候如果成功的 在這前一段時間 基本跟高級的操練的時間當中 你有成功的為自己 創造出什麼樣的不同 這時候就是讓他完全的被展現出來 他看得到 他受得到 他一定會給你他的3C 就這麼簡單 如果你過去的東西都沒有活出來 甚至你在說 我們說高級課程是表理儀式 而且我跟你說 我想到我的意謀好感動 然後你的感動眼淚都沒有流出來 這算什麼表理儀式 如果你說 我在裡面看到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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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覺得非常激勵非常振奮 你的身體會有相一樣的姿勢 所以我們常在 我們在LP的期間 是不是說百分百或更多 百分百你就注意 你在做影夢門也要百分百啊 對不對 表情 身體姿勢所有的 逼都外乎全部一字整套搬出來 如果這時候 我看你說你那個真的非常的好 你的系列都已經非常的好 我記在裡面收到非常多的感動 我不覺得對面這個人覺得我說的是感動 好 我相信是的 我相信你現在 我剛剛講的那句話你也會覺得很感動 對不對 好啦 所以當你完完全全的把你自己表達出來之後 你能不能其實快做完 這時候接下來就協助他把東西做完 然後你沒有立場可以後退 你如果真心的為著你的朋友 或者說我這樣換成不要說 我們說基本課程沒有你 畢業之後沒有你 我如果真心的為我的朋友好 我堅定的站出立場 就是爭取為他的生命站出立場 站他的立場 這才是那真正的意思 不是我就要你去上基本課程啦 你去上基本課程 然後你是跟他玩我是對的 你是對的 你是我是對的 你是對的 你是對的的遊戲 這樣什麼意義呢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的事情是 因為親愛的朋友啊 我真的很想要確保你的 這未來能夠被確保 目標能夠被確保 能被放大升級對不對 所以我才告訴你 因為我真的做到了 你一定有機會 而且你一定做得到 我相信你 然後你開始要把他看得非常大 講一堆無事山的話通通都來管他了 這時候你要怎麼胡爛就胡爛吧 好 這時候你就已經衝到A你要B點 因此你山西卡一旦你出手 他就是沒有見到血 就絕對不會回收的那把刀喔 抽出來就要見血 好不好 抽出來就要見血 所以你就要逼著他把這個客人 報名表寫完 這時候你就很有力量逼他啊 如果他是你爸爸媽媽 你就拿他小孩欺負他 如果他沒有小孩 你就拿他爸爸媽媽欺負他 為什麼 你的爸爸媽媽真的捨得 看到他自己的兒子 這麼自暴自欺 沒有未來這樣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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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活下去嗎 或者 你真的喜歡你的 你真的認為你的小孩 可以給我這樣的默默默默默默 Divine 爸爸媽媽 完全不把未來當成一位 是不願意投資自己嘛 我跟你說 然後爸爸媽媽會拿 pry去欺負他 非常大的勇力 非常有用 我常常這樣說 你去墨摩得海情 他們就常時候欺負我 當我欺負完了之後 他們沒有空間 他會發現我 沒有路 我跟他說就是 啊 Israel現在沒有錢沒有時間 欸這件事情很重要 还没有时间 没有钱 现在 我可以说 如果现在你没有钱吗 真的 我现在拿一把枪 抵着你妈的头 然后我就枪 你如果钱没有伸出来 当场枪就开下去 你觉得你会生日出钱来 会生日出钱 所以你不是没有钱好吗 你像你的小孩被绑架了 现在跟你说你马上就冲出去 然后你要从很远的地方来 你要请五天的假 才能够把你小孩救回来 你会不会救回来 一定会嘛 所以不要跟我说没有钱没有时间 因为同学啊 你现在一直找这种人呢 如果你现在找到这种人 还可以说没有钱没有时间 你能相信他的狗屁吗 如果你现在找的是十八十九岁的 他现在说没有钱 你真的要相信他好不好 好不好 求求你 不要把他送去亚洲行 因为这样子 你只会害死亚洲行 害死很多LP回来 志愿回来的小组长 制造他好多的挫折 你还竟然高级挫折吗 我有挫折就站起来 然后全班都站起来 不要害那些已经人家LP 毕业的学章姐 让他们开心一点 做小组长他们开心一点 这样大家都赢好吗 可以吗 我求求你们了 好不好 好 大概引用门其实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们就去找张爱伦 找大J 找亚洲行的人 我就不太负责任了 这是我在亚洲行 我是LP32的Richard 你问他们就可以知道我的运动方式 谢谢 谢谢 我们下一次 我去江川 我去江川 去江川 我去江川 我去江川